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的课程 真正的进入打算盘的一个课程 我们所谓的打算盘是波动出质的一个动作叫做打算盘 在打算盘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握盘 怎么样把算盘握好 那另外就是学习握笔 怎么样把一个笔握好 那今天老师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是X kid Max young 这是17档的算盘 这个是15档的算盘 再来呢 这个是23档的算盘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老师你说那么多的算盘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它的意义在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大的小孩 我们会给他使用22档23档的算盘 如果是比较小的小孩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使用 17档或者15档的算盘 现在算盘使用的颜色是非常的丰富 我曾经遇到呢 几位老师 他们一定坚持要使用很传统的算盘 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算盘 这是很传统的算盘的颜色 那这个呢在目前的儿童书新传来说 对小孩子的喜欢 或者是他对投入算盘的兴趣 并不全然他们能够接受这么样一个 属于比较古老的东西 所以 我们发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 蒜盘的颜色 他非常丰富 小朋友看到这些算盘 他会非常的喜欢 另外 还有一个 马卡龙色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马卡龙色的算盘 17档的算盘是适合幼稚眼 1年级的小朋友来使用 因为他的小手手 抓着算盘 不会 太大 他刚好可以抓得住 如果 三四年级 或者是五六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仍然建议 他开始就使用比较大的算盘 像这种 23档的算盘 这是关于算盘的使用方面 那在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有提到 算盘的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6档 一次将数着算盘的档 今天呢 我就用这个 17档的算盘来跟大家做分享 基本上呢 老师说 握着算盘第3档到第5档的地方 12345 握着算盘3到5档的地方 另外 握着算盘之后 我们姿势当然要做正 距离一个前头的宽度 另外 算盘呢 放在我们的正中央 它的距离也距离一个前头的宽度 这个很重要 再来 握着算盘 我们看12345 握到第3档的到第5档的地方 稍微 这边你看 有没有稍微提高一点点 当然有稍微提高一点点 因为呢 以后打算盘 它是移动式的 所以 我们稍微提高一点点 那就不要抓这么近了 这个也不好 怎么样握着笔呢 看老师这边 登登 这样握着笔 把笔抓住 请看 这个笔的笔尖朝哪边 是不是朝外边 所以笔的笔尖记得 它不是朝自己 握笔呢 一个方式就是握着笔 用拇指和食指来拨动算书 就是我们说的打算盘 好 那再来 请注意 可以不可以用这样子 注意看 握着笔 这样的方式是错误 它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因为你握着笔 在打算盘拨出的时候 你的食指会影响到你的计算 那我们认识了这些基本工之后 我们开始要做一个清零的动作 那清零的动作就是 我们说的归零 怎么样归零呢 吃吃做这个 你就把它 叫做倒垃圾 扫地 记得 清零是 把算盘倒起来 在 老师的教学上 就把它叫做倒垃圾 倒垃圾 然后呢怎么办 扫地 手不是这样张开的 请记得 你的双手是 微微的 靠着 但是不是这样靠得紧紧的 你的食指 拨出的食指 放到你的 个位点 个位点 我们呢 会用一个 小贴纸 把它 贴在算盘上 让小朋友能够 容易记得 这是个位点 好 老师再示范一下 倒垃圾 扫地 手放到 个位点 在我的课程里面 以后我们会把它叫做 底笛的家 请记得 各位点是什么 底笛的家 接着下来要开始播出 这是一个教学的算盘 那在这个教学算盘里面 不能说 好老师要开始上课 老师就这样 这些点都是 没有彰滑的 一个合格的 老师一定要把这些点 很完整的 标示出来 也就是 刚刚我们有没有说过 中间这一点用个贴纸贴纸 这位点延伸 我们看 个十百千位 1234 1234 好再来 看一下 好 完成的 把它 标示出来 每个点一定要标示出来 这很重要 标示出来了之后 我们说 就赶快到地笛家 我们要开始来认识 认识什么 下书 跟上书 好 下书 一个代表 1 有两个 就是 2 好 如果要加1的话 加1的话就是 拇指 用你的拇指上一颗 再加1 拇指再上一颗 再加1 拇指再上一颗 这样拨3 这样是3 如果要减1 拇指下一颗 再减1 拇指下一颗 好 如果现在老师要加2 加2怎么加 12加2 拇指上两颗 注意看 拇指两颗要拨上来 这样拨3 1 2 3 这样是3 我们一定要从这一颗开始数 不是123 这样也不会 因为这是解调的部分 所以要从上面 123 这是3 这样了解了吗 好 了解了之后 下一堂课 我们再来 让大家认识 5 我们到底要用 哪个手指 拇指 还是 拇指来做 拨出的动作 记得 下一堂课 手电 Max Yarn Alice Kim的频道 下一堂课见